我們那時候是從保護國中移過來的 那這個工程是我們在101年的時候設計招標 然後我們在102年初的時候開始進行移植 那這個工程我們當初在移植的時候呢 我們是有在適合的季節去做一個移植 那另外因為山樹庫這邊本身它的環境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這個工程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都有去注意它種植的每一個地點 那我們在種植的時候呢 我們也有去設計一個客製換圖 就是避免說它這邊的土壤跟土質比較沒有那麼好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會用比較好的土壤來做一個更換 我們其實每一棵樹種下去的時候 我們都將近有一地方的一個土壤 我們會用比較好的一個土壤 讓它有比較好的一個生長 那另外這個工程我們種的時候 我們也盡量把它種稍微高一點 可能就是它的排水它的整個生長以後都會比較好 那為了這些樹木的一個生長 其實我們在今年的工程裡面 我們維護的那個工程裡面呢 我們有設計了施肥 其實我們今年我們已經有設計了 針對這兩百棵樹木要來進行一個施肥 其實我們對這些樹木 我們都一直有在持續的在關注 那另外除了施肥以外呢 我們也有安排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去做一個草皮的修剪 所以這邊其實我們公園處 一直有派人來這邊去做一個關心 對 那如果可以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它現在移到這邊的樹 是什麼樣的樹種 然後大概有多少顆 然後它的一些生長的情況怎麼樣 簡單的稍微講一下 劉先生我的那張清單 所以 OK 清單 不好意思 好 來 想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當初呢 從保護果樹那邊移過來的樹木 大概是有205顆 那其實樹量比較多的是我們的龍樹 還有我們的張樹 還有百千層 那另外還有蜂香 那其他當然有一些樹木 它大概都是一顆一顆的 那另外還有一些像是祖國 有垂龍 那荷荷等等的一些樹種 那我們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這些樹木 大概全部都是種在這個範圍 大概都種在這個 那移過來的樹有沒有就是因為 就是說種植不當地 有沒有造成死亡的 移過來的時候 它有一些樹木它有死亡 那205顆呢 其實現在大家現場看到的話 其實現場我剛剛繞了一圈 其實死亡的數量 真的大概只有各位樹而已 其實都不多 其實這些樹木 我們定值到現在 已經大概是兩年的一個時間了 那我們平常也有人來維護管理 那它當然確實還是會有一些死亡 那我記得它整個看起來 它的死亡的數量 應該不會超過各位樹 死亡的樹 死亡的樹木在保和期間的話 我們會請廠商換植 那它保和期滿 它是在103年的1月的時候 保和期滿 所以這個其實 你現在看到的 已經是保和期滿交給我們的 那如果它後續再有死亡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會 其實這邊我們不一定會再補了 因為其實這邊的樹 不一定要種在這裡 所以移過來的樹 如果有死的話 我們就是會把它 去做一個移除 所以這邊的樹 還有可能會再移到別的地方嗎 沒有 不可能再移 我們現在樹木一定要都是用定值的 因為樹木其實每次的移植 都是對樹木造成的一個破壞 所以我們盡可能的話 我們都是做到一次的一個定值 請問那個樹木死亡在個位數的話 是在你們預期之內嗎 其實我們早期的工程 不好意思 所以的個位數是保和期之後 我是說現在看到的 現在看到的 那在保和期之前 保和期之前 那我可能要問一下我們的那個工程單位 保和期之前的目前還沒辦法 沒有那個 保和期 我待會可以問一下 然後我待會有數量的話 我再跟你們這邊報告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這個死亡的狀況 能評估 它是因為之前的移植作業有輸生 你們覺得它為什麼會死亡 其實這個樹木 要說它移植會不會死亡 其實很難講 因為其實樹木移植死亡的原因 有很多種 可是其實早 我可以說其實早期的工程的 包括它的技術跟觀念 它其實沒有那麼的成熟 那其實公園處呢 在去年103年的時候 我們花了整年的時間 做了一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們在103年 我們找了很多的專家學者 我們訂了台北市的樹木移植作業規範 還有樹木修剪作業規範 那我們就希望說 藉由這兩個樹木的一個規範呢 來規範我們全台北市的一個樹木 包括說 你以後你的修剪 你要去怎麼修這棵樹 所有你的下刀的位置要非常的仔細 還有你的修剪量 不可以超過多少 因為你修剪量太多的話 可能就會造成這個樹木 未來它在復原的時候 它沒有那麼快 那 我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早期樹木移植的工程 我們會有個大概是八成的一個存活率 就是說我們希望它的存活率 至少要達到八成以上 那我們其實也後來開始這些技術的提升 還有包括整個就是民眾對樹木保護的意識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存活率提高到九成 所以我們現在的樹木移植工程呢 我們都會要求要有九成的一個存活率 所以我說這一次你看大概是 這一次的工程那個時候 說真的還是在八成的一個存活率 我們就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你樹木的一個移植 其實對樹木真的是造成一個破壞 而且你這個樹木要移植的時候 本身它有它可能它一個限定基地條件的一個限制 所以移植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存活率 做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們會定一個八成的一個存活率 是我們希望的一個目標 那可是近年來我們也把它改成九成 不過這個工程在設計的那個時候 還是以一個八成的一個存活率去計算 有沒有補了它的土質 就是它的環境不適合它生長 原來的土質到底 所以我們 我剛才講說我們有做一個課土 我們會從外面運最比較好的一個土壤來 然後我們去做一個課土 把它這邊的土壤給換掉 那其實我們現在很多的工程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都會希望用狼土 用狼土來 因為狼土其實對植物來講 它有最好的保水跟保肥 所以我們現在的工程 很多的工程都會設計這個課土自換 對 那當初這一批 其實在那個時候我們就有設計了 而且我們設計是一地方的一個量 所以那個量是非常多的 可以講一下就是說現在可以這些樹 做哪方面的一些保養或是保護 或是一些 維護管理 對對對 就讓這些樹可以變得更好更壯 其實我們會有委託維護的工程 就是我們委託一些廠商來做一些 包括你們現在平常看到的道路清潔 道路的割草等等 那我們今年很特別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我們就已經設計了 說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來做施肥 其實我們現在整個台北市的樹 我們都希望去做施肥 可是因為可能有受限於預算的關係 我們現在其實都是在一些主要的路段 去做施肥 可是其實我們有把山豬庫給放進來 其實這很特別 因為我去年的時候 我們其實針對這一塊 我就一直跟同學講說 這邊的樹木其實 一定要來做個施肥 因為其實已經一直了 它交給我們已經是第一 應該算是第一年了 所以我們在第二年的部分 我們就會來做施肥 今年的工程已經有照標出去了 所以未來我們會針對這邊200顆的樹木 去進行一個施肥 施有機肥 那未來我們當然也持續會去編列說 可能大概一年 每年要來這邊去進行一個施肥 另外割草的部分 我們這邊也有設計 就是我們會可能大概一個 這邊的割草的頻率 其實我們大概也是 將近每個月 我們會有請外面的廠商 進來幫我們這邊把草皮割一割 做一個它一般的維護管理 那目前我們現在的標案已經照標出去了 可是因為我們是放在後續的擴充 所以不會那麼快 那有時候我們就會請環保局這邊先幫我們 去做一個整理 請問這205顆嗎 對 然後為期兩年 那這總共 它的工程應該是說 102年的時候 以103年的時候交給我們 對 那這段期間 這段期間 這個樹 維護這個樹木 總共花了多少錢 你有沒有辦法 錢 我不太清楚 那這個錢是哪 來自哪裡 你是說102年 你是說未來的嗎 現階段的話 我們其實每年就是會有別的預算 那我們的其實 我們原本主要的預算 都是在做全台北市道路 包括安全島 包括人行道的一個 指摘的一個整理 那其實今年我們特別把這塊放進來 對 我們放進來說 這塊我們來做維護管理 所以我們今年的契約出去的時候 這塊已經加在我們的契約裡面了 那包括 我們的那個標案 其實我只設計了250棵 僑木的施肥 其中200棵我們就放在這裡 然後另外50棵 我們放在提鼎大道的苦練 對 所以其實我們對這邊的樹木 其實就是有記者他們 對啊 我想請教一下那個 除了剛剛所謂的一立方米的客圖 的這些作為之外 還有沒有針對 還有沒有針對這些樹的一些保護措施 做一些其他的處理 其實大概差不多就是 我們就是平常會有的 就是土放下去 土放下去 你說當初移植的過程嗎 對 移植的過程我先想想看 是下土 就是課土放下去以後 然後就直接把樹移過來種下去 這個可能要問那個時候的那個監工單位 因為我目前從我們的設計圖上面 我可以知道 大概就是我們有去做一個課土 好 那那個另外一個是 當時是什麼樣的程序下 評估要把這些樹移到這裡來 這個我可能就不太清楚了 這100多年 有沒有經過一個審慎評估的程序 說這些樹 從保護鍋中移到這邊來 然後這個地方的土石 或是這裡的環境 或是這裡的一些相對的地底條件 是不是符合這一些樹移到這個位置來種植 當時有沒有做一個比較細部的評估 我記得那個時候 這我可能不太清楚 然後 或是有沒有送樹委會 這部分我可能不太清楚 不過就我知道說 當初這個工程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確實都有來現場看過 因為那時候它的裡面有一些 它的可能 可能山豬鋪套有些地方是有澡 那個澡氣 所以那些地方 我們都會把它避開 對 那避開了以後 它原本的土壤 其實它的土質其實看起來都還OK 就是它包括它的 可能它也不會太過於的密實等等 那不過為了景色 其實我們還是有設計 用我們希望的土壤 去把它原本的土壤給換掉 那至少說我們換掉的那些土壤 我們可以確保那些土壤 是比較好的一個土質 對 因為這裡現在下面整個 整塊都是早期填起來的一些廢棄物 聽說像用那種垃圾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你剛剛提到所謂的早氣的部分 這個 這裡是只有特定的地方會有早氣 還是 是全區都很 就是比較 對 所謂早氣的部分 是只有在特定的位置會出來 還是 就是 其實它是長期 就是會 慢慢的這樣溢散出來 因為這裡幾乎下面都是 很多年的廢棄物了 對 謝謝剛剛好 這是野外廠 你長長好 是 早氣的部分 我們在設廠當初 因為廢棄物分解會產生雕丸 那就是早氣 在當初設廠的時候 就有收集系統在 然後在我們底下 底下就有一個早氣化電廠 早氣收集 對 所以早氣是不會有外應的 完整都可以回收 對 完全完整可以回收 對 發發每年的發電量都將近三百萬多電 了解 所以這些 所以這些樹 確定不會受到任何早氣的影響 還有什麼問題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你說這個 一共兩百多顆 然後死亡的就 不超過個位數 目前確切的數字當然我沒有辦法去 沒關係 我想 對 我想知道說 我們怎麼知道這些樹 這些 過來的樹 是真正是從那邊過來的 而不是有可能移花接木的情形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怎麼知道 夜明正深 這些樹就是松菸的樹 好 那我們當然在移植的時候 其實整個過程 其實我們現在移植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監照 對不對 就是我們負責的一個監工 那其實監工在這整個的過程裡面 包括其實廠商 我們都是要拍照的 那包括你的這棵樹 從你在移植的時候 你的移植的那個地點 我們其實都會有拍照 那其實廠商呢 他這個工程做完了以後 他一定要給我們看他的施工照片 當然我們自己監工有拍照片以外 廠商他一定要提供 那個一份照片給我們 那這份照片就會包括他的移植的前中後 所以我們都是可以去做一個比對的 所以這部分可以不用擔心 那這些資料是在網站上可以看得到嗎 沒有 這都是我們工程的一個檢案資料 其實這個是不會 這是我們平常勤款的時候 我們就是需要看他的 檢附的一些相關的這些照片 那在移植的途中 有沒有請他們這些比較關心的人士過去一起 其實那個時候沒有啦 完全不知道這些事 對 是 對啊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這個 剛剛說有一個移植啊 什麼這些的 這些的程序嘛 對不對 那有沒有 是不是可以就是說 將來把它修正一下 說我們要移植的時候 也可以請我們民間團體 他們如果對這件事情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過來一起 其實說真的我們現在台北市真的是 盡量是以不移植為原則 那為了這個 我們還有定了一個 我們現在正在修訂 修訂中的一些規範 其實我們都是希望說 其實現在所有的樹木要移植呢 我們其實都是要報給市長 他去同意 而且他在移植的這個過程 他為什麼要移 他說得非常的清楚 那他也要說明說 他的這個移植的方案 是對這個樹木傷害最小的一個方案 或者是說他有沒有其他可以不移植的替代方案 其實我們都要去做這些的探討以後 我們才會去同意說 那這個真的是沒有辦法 而且說我們現在在移植呢 盡量比較大的樹木 我們都盡量不動 那我們會說 去找到一個對這個樹木傷害最小的一個方式 我們再來做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會經過我們公園處 這邊給他們一些意見 或者是說我們來審查他們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計畫書 對 那你這個是說是從103年幾月開始就有這個 規範呢 是在103年9月26號修訂的 9月26 其實現在網站上 包括公園處的網站 或者是那個法務局的網站 都可以查到這個規範 其實我們不是只有修訂了規範 因為公園處畢竟是綠化專業 我們在修這個規範的時候呢 我們還有做了一個移植流程圖 那這個流程圖呢 其實就是給一些府外的一些 就是一些本府各機關的一個學校 他們可以藉由這些流程圖 因為我們的流程圖裡面都有放照片 他們可以藉由這些照片 他們更容易了解我們規範的文字內容在說明什麼 那除了這個流程圖以外 我們還有做了一個專案小組的分工原則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這個樹木移植工程 我們可以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包括說那個專案小組的成員 可能包括就是樹木移植的廠商 包括我們的建造單位 我們的公園處 我們的一些樹木主管機關 甚至我們還會邀請專家學者加入 共同組一個專案小組 我們來監督這個樹木移植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還有很多 像是我剛剛提到這兩個 我們還有寫了一個移植計畫書的範本 那我們的移植計畫書其實我們寫得非常的嚴格 我們包括說你每一個移植的步驟 要怎麼做 我們都在移植計畫書裡面去做一個訂訂 那我們在審這個計畫書的時候 它只可以寫得比這個計畫書更好 它不可以寫得比這個差 那當然我會說有一些公共工程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先天基地的限制 所以可能會造成它有一些地方 它沒有辦法造這個移植計畫書去做 如果它今天沒有辦法造這個移植計畫書去做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它提出其他加強品質的作為 然後來提升這整個樹木的一個成果率 謝謝